大家好我是學良 我現在所在為的80-2019年表展現場 真理石今年呢 它的大飛拍了飛行表 再次推出了青銅 可是今年呢 也有一些令人期待的驚喜 首先我這兩款呢 你可以看到一款是大三針 一款是計時馬表 它的直徑看起來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但事實上這兩個直徑都是45毫米 都非常的有份量 那只是說因為右邊這款的舊化 感覺比較深沉一點 所以感覺好像尺寸比較小一點點 那事實上這兩款的尺寸是一樣的 那大飛青銅表 從這個前幾年發售之後呢 就一直都受到很多表友的青睞 那所以呢 每年都有一些新的驚喜 那今年的驚喜在哪裡呢 首先我們看一下基本款好了 你可以看到它的綠面 就非常的具有軍事風格 那當然綠面也是今年 許多品牌的一個特色之一 雖然是今年的一大潮流 因為市面上太多黑白藍 已經都這個太多了 所以呢 綠色呢 當然也給人家一些新鮮感 那所以呢 這一次在這個綠面青銅這樣的組合呢 再次讓你的這個很多表迷呢 也覺得這個是可以收藏一下 那底蓋的部分是做這個太清楚 避免過敏 那另外它當然也有這個所謂的夜光的功能 我們稍微看一下 就是它的包含指針 它的數字 都會有這樣的顯示 那尤其是它這種 早期這種軍風 所謂的教堂式指針這種變形 它做的比較菱形的這尺寸 比較大的夜光指針 那在判讀上就更加容易 那另外一款呢 則是這個計時碼錶 搭載El Primero機芯 另外一款那個大三振分是一粒機芯 那El Primero當然這是這個真理史最著名的一款機芯 今年剛好是問世50周年 它開創了這個36000轉高正平的機芯的一個 等於是一個里程碑 那今年一樣是綠色的面盤 它比較特別是這一次搭配的是這個軍綠色的面盤之外呢 還有綠迷彩表帶 就更把軍事風格呢 更是整個推到了極致 那我相信對喜歡飛行表的人來講 這樣的組合呢 那絕對是有致命的吸引力 那這兩款的定價呢 事實上是蠻相近的 這個基本款定價是248,300台幣 計時碼錶的部分呢 這是265,700 那我不知道大家的選擇是怎麼樣 我個人是更偏好這個計時碼錶這一款多一點點 那這兩款我相信都是今年對於軍風飛行表愛好者呢 可以考慮入手的一個系列